白宮說已經獲得確鑿證據 表明敘利亞政府對反政府武裝使用過化學武器 美國總統奧巴馬曾表示這是跨越紅線的舉動 美國副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羅茲在星期四對記者說 奧巴馬已經決定為敘利亞反政府武裝直接提供軍事援助 但他未透露是哪一種援助以及提供援助的具體時間 羅茲說情報顯示多達150人一年來死於多次的小規模化學武器襲擊 他表示死亡人數很可能更多 羅茲說沙林毒氣是敘利亞政府使用的化學製劑之一 他表示目前未有關於反政府武裝 亦獲得或使用過化學武器的可靠報告 對抗衛人數很可能會引用地震動